字幕提供 哈嘍 你好 我是点亮 欢迎你回到这个频道哦 一开始呢 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看过 猫咪飞到太空上的样子呢? 或者是猫咪追逐猩猩的样子呢? 嗯?什么? 哦?貓咪也開始當追星竹了嗎? 還是你說的貓咪是哆啦A夢 頭上帶著竹蜻蜓飛到天上去了呢? 嗯!不錯喔! 我很喜歡你的想像力 今天我們要一起用Scratch 做貓追星星的小遊戲 讓貓咪有追不完的星星喔! 你可以想像一下 當我們在追泡泡的時候 是不是會看到一堆泡泡飛到天上 追到一顆泡泡 那顆泡泡破掉了 又繼續追下一顆泡泡呢? 好像有永遠追不完的泡泡啊 喔!這聽起來好像蠻好玩的耶 有追不完的泡泡 啊!不對!是追不完的星星啊! 哈哈哈哈 這集影片是屬於基礎的教學影片 讓你輕鬆看輕鬆學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我的頻道 我的頻道主要是講 關於有趣好玩的程式內容 如果你對這些內容感興趣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一定要記得開啟旁邊的小鈴鐺喔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任何影片通知了 那我們話不多說 開始我今天的內容 看完這個影片 你會學到Scratch的兩個姿勢 第一個姿勢 你會學到如何讓貓咪飛起來 並且朝星星或是滑鼠的方向飛過去 你還會學到如何讓星星旋轉 讓星星發出聲音 以及讓星星出現在隨機位置 好!說了那麼多 我們的目標非常簡單 就是讓貓咪有追不完的星星 好!那我們就開始來做囉 第一個階段 我們要讓貓咪跟著我們的滑鼠移動 好!首先我們先刪除這隻走路的貓咪 然後新增飛天貓咪 好!我們點一下右下角的角色 好!再點一下上面的這個動物的分類 好!是不是我們可以找到飛天貓咪 好了以後 我們再來選一張太空的背景 好!我們點一下右下角的背景 再點一下上面這個太空的分類 好!我們選擇這一張太空的圖片 欸!你們看 是不是現在角色跟背景都有了 好!那我們要來安排 我們的貓咪要做什麼呢? 好!從左側這裡 點一下事件 我們拉進來第一塊 綠色小旗子的積木 好!我們現在要讓貓咪往滑鼠的方向移動 這裡你可以想像把滑鼠當成鬥貓棒 嗯?滑鼠應該是老鼠吧? 怎麼會是鬥貓棒呢? 嗯!不好意思啊! 因為我家裡養的那隻貓咪 它是一個家貓 它看到老鼠經過是不會追上去的 所以我用鬥貓棒來形容比較適合 貓喜歡追著鬥貓棒一起玩 好!我們點一下左邊的這個動作 我們要拉進兩塊積木 我們先拉進第一塊移動這塊積木 把它拉進來 以及拉進第二塊面朝什麼方向這塊積木 把它拉進來 為了不要讓貓咪飛太快喔 我們把移動改成五點 好!我們立刻點綠色小旗子來試試看吧 嗯?是不是有看到貓咪好像有動一下 沒關係我們再點一下試試看 好像真的有看它動 是動那麼一下 嗯?但我想貓咪跟著我們的滑鼠動 該怎麼做呢? 嗯!要貓咪跟著我們滑鼠動 就要讓貓咪重複的做一樣的動作 好!來!我們點一下控制 找到重複無限次的積木 把它拉進來 包住這兩塊我們剛剛放進來的移動積木 讓這兩塊積木重複做一樣的動作 好!我們立刻點綠色小旗子來試試看吧 欸!你們看!你們看! 貓咪是不是跟過來了呢? 好!我們完成我們的第一個階段囉! 第二個階段 我們要來安排星星 真的被貓咪追到會做什麼事情 來!我們先到角色區把星星選進來 因為星星很難找 又不在上面這一排的分類裡面 所以我們要用輸入的方式來找星星 左上角找到一個放大鏡的圖案 這裡有一個輸入框 我們輸入 輸入完後你們看 星星就出現在第一個位置囉 好!我們點一下星星 星星進來了 我們到世界 把第一塊綠色小旗子的積木拉進來 接下來我們先讓星星能夠旋轉 我們來想一想旋轉要怎麼做呢? 是不是讓星星重複的左轉或是右轉就可以了呢? 嗯沒錯!你好聰明啊! 我們點一下動作 把右轉積木拉進來 再點一下控制 把重複無限式的積木拉進來 點一下綠色小旗子 欸你們看 星星是不是就會旋轉了呢? 接下來要控制 星星碰到貓咪就會發出聲音 如果 星星碰到貓咪 那麼 星星就會發出聲音 我們點一下控制 找到 如果 那麼 這塊積木 然後拉進來 放在這個重複無限式的積木裡面 如果星星碰到貓咪 我們點一下偵測 把 碰到這塊積木 拉進來 放到這裡 點一下碰到這塊積木 選擇 Cat Flying 這裡的Cat Flying 指的就是這隻飛天貓咪喔 那我這邊再講一下 為什麼要把 如果 那麼 的積木 放在這個 重複無限式的積木裡面呢? 這是因為 我們 無法知道 星星 什麼時候會碰到貓咪 對不對? 因為 星星是被動的 而貓咪才是主動的 所以 星星只能 一直盯著貓咪看 重複的 看看貓咪 到底碰到我了沒? 所以 才 放到這個 重複無限式的積木裡面 好 接下來 我們要來讓 星星發出聲音喔 我們點一下 音效 找到 播放音效這塊積木 然後 拉進來 放到 那麼 的 這個區塊裡面 好 我們完成了 如果 星星碰到貓咪 那麼 星星就會 發出聲音 點一下 綠色小旗子 來試試看吧 欸 你們看 可愛的貓咪 跟過來了 它碰到星星 還會發出聲音呢 不過 一直 嗶嗶叫 是很可愛啦 但是 有 那麼一點點 草呢 沒關係 我們還需要 最後一塊積木 我們點一下 動作 找到 定位到 隨機位置 好 把積木拉進來 放到 播放音效這塊積木的下面 好 我們 直接來點綠色小旗子 試試看吧 欸 你們看 貓咪是不是追到星星呢 星星還會有聲音 並且 它會 出現在 隨機的位置 好了 我們已經完成我們今天的 貓追星星的小遊戲囉 好 最後再教大家 其實你可以開自動 讓貓咪自己去跟星星玩 我們點一下貓咪 再點一下朝向積木 選擇 STAR 好 我們點一下綠色小旗子 欸 你們看 貓咪是不是很乖的 自己去找星星玩了呢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我會把所有用到的網址 放在這部影片下方的描述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別忘了幫我們按讚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我是點亮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